长期久坐或站立的工作环境,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问题,这些工作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问题,其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腰部疼痛,腰部疼痛是指位于腰部或腰底部的疼痛感觉,通常是由于骨骼、关节、肌肉或其他结构受到损伤或炎症引起的,以下是可能导致腰部疼痛的一些常见原因。 1. 错误的姿势,当你在工作时,保持正确的姿势非常重要,错误的姿势可能导致肌肉过度疲劳,从而导致腰部疼痛,例如,长时间的弯腰和没有使用正确的工作设备,都可能导致腰部疼痛。 2. 缺乏运动,缺乏体育锻炼和身体活动,容易导致肌肉的去支持背部和腰部,进而牵引到腰椎的无法承受过大的压力,最终导致腰部疼痛。 3. 腰肌老损,长时间保持不动,身体部分区域肌肉老损,无法得到有效放松,缺乏足够的氧气,从而导致疼痛,例如长长久坐或者突然剧烈的身体运动,都容易导致腰部肌肉老损。 4. 椎间盘突出或者腰椎疾病,长期久坐不清理代谢物和运动不充分,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的突出以及腰部疾病的出现,产生严重的腰背酸痛,会避免腰部疼痛,我们需要采取一下预防措施。 1. 保持正确的姿势,正确的坐姿和站姿。 2. 定期进行身体锻炼,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强度,增强身体的稳定性。 3. 定期运动,每个小时起身伸展身体,扭动头像,缓解肌肉压力,促进血液循环。 4. 在工作时,使用正确的设备和工具,避免过度疲劳。 5. 在工作间隙休息并进行正常的坐姿时间规律,如规律的睡眠和饮食时间,总之,长时间的久坐和办公环境容易导致腰部疼痛。 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,以保持良好的健康习惯和姿势,避免产生腰部疼痛,以及其他相关的健康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